Business Management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去到第四課 我們今次會看一看rewards management 主要看一看這一課 我們會去看compensation and benefits 有三個環節 第一個部分主要就是看 monetary rewards 和non-monetary rewards 這個位置相信大家都需要去知道 第一就是他知道有什麼例子 OK 這是你第一樣要知道的 就是在non-monetary rewards 或者non-monetary rewards 有什麼例子可以給到員工的呢 第二個就是可能他一些 pros and cons OK 用這些rewards的時候 有什麼好處啊 或者壞處啊 可能呢 這個呢 就會在這個 部分呢 是大家需要知道的了 那既然你看到一幅圖 那他就說 哇 好厲害 我們是achiever goal 那意思就是給個蛋糕 那其實就 他就 問一個問題 其實蛋糕是否真的 那些員工想要的呢 不過 看來看這幅圖 那些人都好像很開心 在慶祝 那這個其實 也是問第一個問題 其實這個是不是屬於一個rewards來的呢 對於員工 那去到 之後我會和大家去解答一下 好了 那這個我們完成了啦 monetary rewards non-monetary rewards 那就是做了個小小的簡介啦 那 之後第二部分呢 我們會看 comparison among different compensation 那這個呢 很明顯呢 就是refer to 我們說的那個 pros and cons 是不是 我們做 comparison 就會有個pros and cons的 的話 就 Schloss 第三部分呢 就會去到這個 Purpose of benefits 那 你們有什麼意思 Purpose of benefits 那 benefit其實 就是refer to 甚麼呢 那 benefits 其實這裡 refer 主要那個 main point 其實是refer 一些 non-monetary的 rewards ok 這裡 那麼呢 refer to 我们会去看看有什么利益 可能我们经常听一些例子 Google、Facebook、IT公司有很多很棒的利益 究竟里面有什么呢 举一个例子 例如他们有免费餐厅 24小时供应有东西吃 又或者可以带一些宠物回去上班 他们的公司有健身 有不同的宠物可以给大家去玩 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利益 如果大家想知道 当然只要上网打Google的利益 我们经常说 这些IT公司的Google是全球最佳的雇主 因为他给了很多不同的利益 可以自己再看一看 4.1个Monitoral & Non-monitoral Rewards 这个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知道那些 rewards有什么的分类 所以这里最重要的是 就是说的是Carsification 那些Carsification的名字 其实是 那些例子是要背的 所以所有的例子 都拜计各位 要用脑子记清楚 那我们Monitoral Rewards 是说呢 那我 会分类 有分开两种 一本叫Time Based Pay 那Time Based Pay 基本上就是 根据你那个 可能是Early Rate 又或者 你这个是 用月薪去Selary Monthly去付都不出奇的 那 这个呢 就是当Time Based 就是说你做了多久 就会拿回相对应的人工 那我们这个叫Based Salary 就是说 OK 那今天是Time Based 那在这一刻来说 我们已经去到4.2 会做一个Comparsion 所以你也知道 Time Based的Selary 我们的example 就是有Based Salary 即是底薪 我们俗称的 好 那去到旁边呢 那我们就会有一些 Performance Based 的Pay Performance Based 很明显就是 根据你的表现 如果你表现得好些 那就会收多些 表现得差些 就会少些 那有些什么的例子呢 譬如 第一个叫做Mirror Play Mirror Play 即是一个加薪 OK 那譬如你当做得好的 那我们就会加薪 那是一个加薪 那这个就是Mirror Play 那第二个呢 就是Commission Commission 中文呢 我们叫做 叫做佣金 那佣金呢 其实呢 就是说 这个 当你举个例子 有些什么行业 是会收佣金的呢 例如 地产经纪 那他们卖了 帮你卖了一层楼 譬如一些新盘 一些新的楼宇 那他们 帮地产发展商 卖了一层楼 之后呢 那他们会收到 客人的佣金 他这个楼价的 我忘了 应该是 1% 应该 应该 就会给予作为 他的佣金来的 所以呢 如果 你买了一些豪宅的 那他就很厉害 那这个Commission 又或者 如果你不是做地产经纪 可能是做一些保险经纪 Insurance Agent 他们都会收Commission 透过你供的保险 就抽回一定的Proportion 给他们 好 然后 Bonus Bonus 那就是 嗯 嗯 嗯 我们叫做 花红 sorry 花红来说呢 那就会 嗯 我们说 特别是做一些 嗯 行业来说呢 可能他那个花红呢 是比较丰厚的 譬如可能是做一些金融业啦 那 特别有些人经常说 哇 投资人同很厉害啊 Bonus可以出到很多 不知道几个月亮啊 那些人最丰盛时期 哇 出个Bonus可以 买个Ferrari的 OK 那这些是Bonus 那等于你说 有没有太极端啊 这些例子 比如可能是 最简单 可能就是 譬如说你当 出商量 OK 那这个都其实 是Bonus的 一种啦 我们说 OK Bonus 那都是 Based on你那个 呃 呃 Supervisor 那就会看看 今年发放多少Bonus 去 给你的员工啦 OK 行不行 好 那再下就是stock option了 stock option呢 中文呢 应该 就是 跟那个 认购的股权啦 我们说 这个是认股权 那认股权呢 通常就是会 给 对了 sorry 那我写 我写股权啦 OK 那应股权 那这个股权呢 其实就是说 你可以用一个 比较低一点的 就是 价钱啦 那就可以 认购到 那间公司的 股票啦 他就说 喂 那怎么认购那间公司的 股票啊 有什么好啊 那你想想想啦 假设如果员工成为了 你间公司的股东之后呢 那你 当然你的 公司的表现好的时候 那股价就涨啦 股价就涨啦 股价就涨 就是你的财产都会涨 那所以很多时候 stock option呢 都是用来给一些 想留住一些高层 或者人才的时候 他都会分一些stock option 给他们 那譬如说 一些初创公司啦 那他们上市 那于是呢 他们都会分一些stock option 给一些 旗下的员工的 OK 那可能突然间 那个股票涨了很多呢 那些员工 譬如可能那时候 在说的 Facebook 又或者 在说的某一些 股票上市 哇上市之后 突然间那个员工 就变成100万富翁 甚至千万富翁 OK 那可能就因为 那个股票的价值 呃 显现出来 那再下呢 就会是这个 Profit Sharing 那Profit Sharing 就是很明显 就是一个 分享利润制度 分享利润 那就是说 公司 赚钱的话呢 那就会分一些给你 是不是 那所以这个呢 就叫分享利润制 那这个就 那我们说 基本上呢 就是有这 1 2 3 4 5 5 有5个的部分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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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了 这个 Performance Base 的Play Lo 那我们到隔壁了 对了 不要嫌疑他 那隔壁呢 那隔壁呢 那我们还有的 那这次呢 就会说 Non-Monitoral Rewards 哇 差了 Non-Monitoral Rewards 那就是 非金钱的报酬 那非金钱报酬呢 都 很多款的 那我们说 那都是 那都是一样的 非金钱报酬 麻烦都记一记 那个 有些什么 比如第一个很简单的 那就是 Recognition Program 那可能纯粹 嗯 哇 你今年是我们公司的最佳员工 Best Staff Award 那这个就是 一些 叫Recognition Program 比如可能在学校的 有些 最佳老师选举 最值得表扬的老师选举 又或者可能是 Supporting Staff 或者一些 General Office 或者校官的同事 那都会有一些 相关的 奖 那当然通常那些奖 都会是 其实我们经常说 这两者 其实是互相结合的 就是你拿到奖 也通常可能都会有一些 一些 的现金是可以 就是一些 在薪酬上的反应 那第二个呢 就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咦?这些都是吗? 是的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可能是说 啊 可以送你去 sorry 啊 去一些 overseas的 study ok 送你去哪里哪里 受训 那这个 这个属于一个 都是一个 挺好的 奖 譬如可能有时 我们经常听政府部门的 可能他会 给你出去英国那里 不知道 那些出名的 达到一些 进修的课程 那些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的opportunities ok 可以吗? 那第三个呢 就叫做 job autonomy job autonomy 就是说 多一些工作的 自主权 那 譬如可能你 你 你升到某个职位的时候 那可能我们说 给一些大一点的自主权 你可以决定到一些 譬如 可能说 例子 哦 你 出了一个 4的panel 那可以决定你现在 你的Department 需要用多少钱 那调度是怎么用的 那这个就是 你的job autonomy 给到你了 好了 再下就是一些 Welfare Welfare呢 那这个呢 就是一些 有些什么 福利 我们叫做pay 举个例子 刚才所说的pay leave pay leave 那就是一些 有新的 假期 那就是你可以放假的 但是那一天 就不需要求人工 即是本身爆了 这个pay leave 那 是的 这个大家 可能通常老师的人 就会觉得假期多一些 那我就知道 有些行业 通常他在定立 你了empowerment contract 的时候他都说明 究竟 一个月可以放多少天 OK 那当然包括了勞工价 或者一些其他的annual leave 我们叫做annual leave 就是pay leave 那 有些特学 有些公司会好些 甚至听说 你生日有假放 也有的 OK 那当然这个都是属于pay leave 的一种 好 那还有就是insurance benefit insurance benefit 通常就是 refer to 一些medical的insurance 那就是说你看医生可能有一些claim 翻钱啊 又或者有一些group的hospital的insurance ok 那这个是insurance benefit 那再下呢 就会去到一些recreational facilities 那 recreational就是可能是一些文鱼啊 一些的措施 那你可能文鱼都知道什么事了 就是 举个例子 譬如 可能是有一些比较大的公司的 可能是去到香港来说 MTR那样 他有一些旗下有一些的运动场 譬如可能是打羽毛球场啊 他可能其实有游泳池啊 或者不知道卡拉OK房啊 你都可以用员工的方式去租的 那这些或者度假屋住之类 那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员工的福利了 ok 那当然学校就甚少听到这些情况发生了 好啦 那再下一个呢 我们去到一些verbal appreciation verbal appreciation 就是说句不要听些 就是最simple 哎 嗯 你做得非常之好啊 是啊是啊 继续努力啦 那这些就叫verbal appreciation ok 就是一些praise 簡而言之就是说 就是一些口头上的oral praise 就是说赞赏来的 那通常是最快手啦 ok 就是直接的 那就是这个叫verbal appreciation 好 那所以总结来说呢 我们说这个比较长 Monitoring and Normality Rewards 分开两种 那一种就是Monitoring 就是说钱的 有time-based的pay 或者performance-based的pay 那然后Monitoring也有不同的 譬如 world verbal appreciation 啊 一些的job autonomy 增加的job autonomy 有一些的welfare 譬如可能是medical recreation 或者training opportunities 又或者有一些recognition 的program等等 那 所以呢 就五花八门的 那所以compensation 这个是一个都挺大的topic 那我们之后呢 再下去再讲啦 好 那就看一看啦 刚才都两个讲了 那我们再给一些实际的example 大家去看一看 那 譬如说呢 那 这个是一个台湾的一个survey 那他就说 那些员工的福利呢 就分了六大个类型的 包括个人型啦 那譬如说 可能有 旅游保座或正啦 没见过 电信费保座 哇 都很正 就是打电话 生日礼物没见过 那 定期体检 那这些都是属于一些 交通津贴 那边 那边 又是交通津贴 即是一些交通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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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进室 进室 进室保座 那就是一些公司 互动量 那你叫做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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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欣賞也有 員工旅行也有 我們公司也有出現 獎金營就不好意思 什麼職效獎金 都會有280 bonus 入股份沒有股份 家庭親子日也有 子女托育未必有 有些公司現在都會流行 因為多員工結婚生子 於是可能會有一些托兒服務 甚至可以帶員工的 帶兒女回來工作也會聽過 健身房 購房津貼未必有 暑假 這個很明顯是老師 不過在我們公司也有兩個星期 浴嬰假 彈性公時 運動時間 或圖書館 或是Care Club 員工 抽策 我們不鼓勵 吃煙 拜拜 營養師 真是不問 家東車有些公司也會協載 一些Transport給員工 都會有的 再下 另外有些什麼呢 譬如說 那 這裡就看看有些什麼的例子 那 那 今次這個就是一間叫做 酷開 酷開呢 送什麼呢 很厲害 他就送兩個單位 很厲害 有塗華裝修加家電 另外一班人 民營銀行 就慘了 那 他說獎勵只有5.62 那就 GG 那 天上和地下的分別 這個我們叫 很明顯發掌 那些叫bonus 是不是 當然bonus 你如果做得不好 那就 未必是你做得不好 可能是說 業績表現都有關係 就是你那間公司 景氣不好 那就可能不好 好啦 那第二個 第二個 就叫做 開雲集團 那他就說 年齡 工齡 至少為12個月的員工呢 就可以享有14週的全新產假 或者靈養假 那 更正 如果你 這個就是女生 那如果你做父親 就至少有5天的 那 這個就是 比起 你 我們叫前四後六 前四後六 那就是 十個月 十個星期 那這個就多一些了 那你會見到 他有14個星期 那 那 這些都是屬於 我們叫做 non-monetary rewards 非金錢報酬 那 所以 都一樣 那 那 那 這些 你們 右手邊 就是 你 生兒子就有 你 說 你未必有小朋友 那些就沒有了 不好意思 享用不到這個假期 那 到這裏 我們有些實際的例子 和大家講了 希望大家對這個 monetary rewards 和monetary rewards 有些基礎的認識